北加州台湾客家会在湾区桥教中心 执行了年会即新旧会长交接仪式 现场有三百位嘉宾热情参与 是由住旧金山办事处长马宗林尖交 见证旧任会长徐明忠 把职务交接给新任的会长钟正前 湾区桥教中心内飘起浓浓的客家位 北加州台湾客家会会员相亲在这里互相交流 谈天并且享用道地的客家美食 这天乡亲们亲自准备了各种客家菜肴 少酒机 让大家大快夺一番 气氛轻松愉快 即将新任会长的徐明忠 向大家介绍了过去一年客家会所举办的活动 并在住旧金山办事处长马忠林见证下 将会长的重任交给新任会长钟正前 这是他在16年内第四度接任会长 钟正前表示 会秉持服务客家乡亲精神 为大家谋取最大福利 我们这里会面里面 大家都相处得很荣乐 这一年来我们等一下会报告 我们的那个活动 那我们的会员还有理事 大家相处得很好 大家帮忙的 就是要做得很愉快 除了我们这个年纪的考诺 还有章节演讲之外 我们也继续参加我们的文化节的 台湾文化节 而且我们也参加 我们就像我们之赛 以及卡拉奥叶子赛 真的我们卡拉奥叶子赛 每年都没有拿到奖 可是我们还要去继续努力 有一天我们终于不会拿到冠军 当年出席的贵宾和乡亲共有三百人 马中林处长肯定北加州台湾客家会 发扬传承客家文化 积极参与台美人社团以及主流活动 充分展现了客家乡亲热情爱香的特色 目前为止在全球的大州 几乎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区 都有我们客家乡亲的存在 所以这有一句一句话是说 反正有白市有白水所到的地方 就一定有客家乡亲 所以这也为什么客家乡亲 是不做弥补 而且我们客家乡亲 最受是一般市人 这个生在的敬佩的地方 就是我们客家乡亲 大家都会去有一种非常就是客户代 然后勤奸词家 尊心不足 还有传奇合作的这个美德 表演节目开始 充满才华的乡亲们纷纷上台展现才艺 有合唱二重唱的表演 还有舞蹈表演 就任会长徐林中 也亲自主持了有奖猜谜活动 让大家透过客家谜语猜谜 活动爆笑有趣 全场哈哈大笑 所有人都相当陶醉在精彩节目中 北加州台湾客家会 今后也将持续加强团结相亲 并且保持和主流社会 以及桥社的连结 壮大会晤 台湾观点是黄本初 美国社和西采访报道